我觉得时尚其实就是当下人们所崇尚的一切 它更是意识形态 更是人们的价值观 我叫郭培 是中国第一代服装设计师 我是82年学服装设计 那个时候服装设计对中国人来讲 还是一个完全新的代言 到了97年我成立了自己的品牌叫玫瑰发 现在呢我是第一个进入法国高顶工会的亚洲设计师 在中国我们时尚行业才发展短短的三十多年能发展到我能站到这个位置上 西方人说的就是一个奇迹 所以我觉得这个奇迹的背后是中国 民族和国家的荣誉是至高无上 也就是说你是个中国人最重要 那其次是你是个设计师 我的作品它会成为一个载体 让更多的观众从一个设计师的视野的必成中 看到一个社会的状态 看到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变化 我们这三十年中 审美从最开始的保守到突然间的接纳 希望所谓的流行啊 西方审美 整个对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文化冲击 在近五年我们有了一个文化自信 发现其实我们有很多传统文化的美 其实更自信更有力量 那我们的审美又发生了一定的转变 从我们的奥运会之后 慢慢让我们有一些对自己文化的情感回归 然后很多人开始提倡传统文化 那记住这个龙的姿态啊 龙的鼻子要立体 眼睛要眉骨要突出 一定要省态特别好 换龙的时候心里就得有名 我还记得我在09年提倡中国嫁衣的时候 没有人肯定 你看看这十年的过程 我们付出也是值得的 至少是现在所有的女孩子结婚的时候 会想到说啊 我也想有一身中国嫁衣 甚至就有很多人说 原来这套中国传统的嫁衣 要比西方的那件婚纱还美很多 其实这种就是民族自信的回归 我觉得我的作品现在之所以被很多的博馆争相去展览 是因为我是一位中国设计师 然后全世界的人们都想了解这个国家 每年呢他们这个大学都会定期的 中国已经是一个名忽略的市场 而他们学生在学习这个阶段呢 对中国当下的这个市场 了解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我们变成了是他们的学习中的一个课题 我最早提出来 衣服有传承的 因为我们全人类都面临着文化的 所以我觉得人类文化的传承 还要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 从我出生到现在这个国家 一天一天走向美好 所以我内心深处 一直都是有强烈地表达美好的这种愿望 我们这一代人 看着我们的国家一天比一天强大 看着我们的时尚行业从零到有 而且我自己非常有幸 作为见证时尚行业发展 能够到今天 而且能成为非常典型的代表 能够为这个国家争得一份荣誉 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种幸运 我的梦想就是在这个行业中 还能够不断地平稳地坚持和进取 我很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 别人说郭培 他不仅仅是中国时尚的代表 他也是世纪时尚的代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